关于宋仲基与宋慧桥的离传,这些日热度挺高的,最后双宋的经纪公司同时发回音辟阳,称称这是不识传闻,而且公司今后将不会就此事单独回应,也算是画上了一个句号, 双宋的CP粉们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,偶像夫妻貌似并没有多大问题,随后,在24日的时候,宋仲基现神机场去拍摄新剧,近日来,虽然离婚传言流传甚广,但是宋仲基显然并没有受到什么影响,心情很是不错, 想来是因为这些传言,都是在我国国内流传的缘故,但是,彼时宋仲基左手上,是否戴婚戒就成了关注点,据媒体报道,宋仲基当时左手一直插刀,从而未能让媒体看到他手上的情况, 而在这之前,宋仲基桥公开出席活动的时候,左手上被戴婚戒引起了诸多猜测,当然,戴不戴婚戒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, 鉴于此,有韩网友在24日,在社交平台上,晒出了宋仲基与宋慧桥的同长照片,这可是面对离婚传言之后,两个人才外晒出来的同长照片,具体日期不知是何时, 但是,韩网友描述称,重要的是,他们在同一个地方出现,意图明显,怎四十两人的婚姻,并没有发生问题,其中一张是宋仲基的背影,搞不清楚宋仲基为何总的爱戴帮球帽呢? 另外一张,比较模糊的,就是两个人的同框照浪,彼时两个人在参加一个宴会,都在目不准硬的看,向前方没啥交流, 而且两个人的座位距离比较远,当然,彼此没啥交流和座位距离比较远,就同为戴婚戒一样也说明不了什么, 可是,粉丝既然是替了两人的婚姻,没发生什么问题,为何不是一张两人切切私与小秀恩爱的截图呢? 毕竟经纪公司们的声明,如今已经让我们将信加疑了不是吗?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